然後包含剛過來再做這些 一些音樂教育的部分 那我們來聽聽看他的鼓掌門掌聲 歡迎michael 不好意思掌聲不夠大聲 但是掌聲謝謝michael 太誇張了 那個 因為其實我沒有準備簡報 因為太臨時了 然後我覺得 就比較 就針對一些東西去講 因為我剛剛聽得還蠻精彩的 可是我的那個創作路 可能就沒有像他們那麼的 那麼的順 你說那個 剛剛那個畫羅里我國中就開始畫了 然後那個我畫的時候 旁邊的朋友也說你變態 這主要就是說 其實我想講的就是所謂的 我們的 因為我今天設的那個講題就是說 教育啊 我們的所謂的教育 教育到底有沒有失敗這個問題 因為其實如果說 我可能就是說 比如說我 我 以我的經歷來講的話 欸 我不是 不是科班俗稱的 真的 我不是科班俗稱的 我學歷也沒有你們想的那麼高 我主要就是說 其實 這樣一個事情 需不需要到 我到 比如說 我學習很專業的東西來 我才能從事某一方面的專業 齁 這個 這個點很重要 例如說 欸 我如果是創作者的話 我要幾歲 或是我到什麼時候 或是說我的能力要達到什麼時候 我才可以開始創作這些事情 齁 齁 那大家知道那個莫達克啊 莫達克都知道嘛 音樂聲齁 他絕對不是 欸 我跟古剛報稱他絕對不是天生的天才 他從7歲就開始創作了 嘿 那 你去分析一下他的 那時候的文化時代背景的話 那 他真的是 要具備某些條件 或者說某些能力 他才開始創作嗎 欸 反而你這樣想起來會覺得說 其實 不一定 嘿 這 以創作來講的話 因為現在的 我們講所謂的教育啊 我們的教育制度 其實 還停留在 十九世紀 十八、十九世紀 這種工業化時代的 這種 模式 好 例如說 你要有什麼專業 例如說 那你是工業設計 或是說你是什麼藝術方面的 它感覺是 它有一個譬如說什麼 藝術史 就是這樣 慢慢的讀下來 然後 什麼工法 這樣子慢慢的這樣讀下來 就是說 它變成 比較偏向於說 知識的傳達 好 我們其實 很多人都可能在 譬如說在某一個領域上 可能在開始 沒辦法說 達到某一個程度的時候 都會想說 都會去怪說 教育失敗了 教育失敗這個問題 可是 其實是 這個整個的趨勢跟體制 因為以前 一定 我以前 譬如說 我們數位音樂這一塊 我在國中 轉高中的時候 我就開始接案子 接案子做了 可是 那個時代 可能就沒有說 有一個學校 或是什麼 應用音樂系 這種東西是 很後來才開的課程 對啊 這個趨勢說 我大學四年 讀完之後的話 那這個產業 又變了 又轉型了 這很快 因為現在資訊太發大了 所以很多產業 那個脈動 可能就是 真的要去分析一下 尤其是那個什麼 譬如說 你可能要 他要踏入社會 我是比較建議 希望你 趕快 去外面看看 看看外面的世界 看看 外面到底 長得怎麼樣了 今天 這個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的故事 大家有沒有看到 馬子童 然後我就問 問大家說 要裝馬子嗎 這蠻有趣的 就是說 你在 不知道這個領域的時候 怎麼樣去 去 去跨一個領域 因為其實我接觸過 太多領域了 譬如說 我 來我現在大概點 另外 這個是之前 看一下 不好意思 好 這一張 我 那時候 就是 這是導播機 喔 我還做過導播 然後我還做過 做過編劇 什麼東西 我整個都 幾乎都 跨領域 我們講跨領域 齁 就是其實 其實在講的真的就是說 你們 欸 在一個 你位置的領域 或是說 你很想從事的那個領域 其實你現在就可以去學了 去準備了 不一定要說得到大學在去學 或是研究所在去學 你要所從事的那個產業 其實你就可以去接觸了 譬如說 藝術方面 對不對 你每天跑美術社什麼那些的 然後什麼 一些社團 或是怎樣的 去參加研究 那是不是就很快 就可以 進入那個產業了 因為 我以前 到現在 我 講句實在就是 我沒有那個 去應徵過任何一家公司 沒有任何 應徵的 我都是先去看看他們 他們在幹嘛 他們幹嘛 然後 我幹嘛的時候 他們就問我說 我想想幹嘛 對 這個蠻有趣的 就是說 我退伍之後 我第一位工作是樂器行 那時候是怎麼一回事 我怎麼會進去 就是說 我去樂器行 我就問一個 譬如說 做音樂的軟體 那那個是很新的東西 當時大家都覺得說 啊 這不可憐 這不覺得這個 這個趨勢是不可能 那只是一個工具 怎樣 那樣的 他不能取代什麼樂手 結果你看現在那個 電影配樂齁 全部都被數位化取代了 整個 電玩配樂 什麼那些 喔 數位內容 大概都知道了 譬如說 這個都已經被數位化取代了 而取代的不是說 人 或是演奏家 取代的是 我可以用很低的成本 創造出 或是說 很快可以創造出 我腦袋中的想法 就跟 就跟我們說做 ZBrush 啊 跟傳統的雕刻一樣 欸 ZBrush就很快 呵呵 它只是一個工具 只是說 可是你 最主要賣的東西 是你的 idea 你的想法 反而不是 那樣的技術 或怎樣的 那是要去期待什麼 那樣這回事 所以說工具 可以很快的 學起來 可是 這個東西 可能就是要去建立 而且是 現在就可以開始了 喔 之前那個我是看那個 常常看那個 姚仁路教授 他的文件 因為我是沒有讀過大學 你們說 請教訓 就不要吵誰 可是 音樂方面的領域 第一個 我先去查 喔 Google 那時候還 Google還沒有很厲害 那時候很感慕奇夢 好 過來 找相關的論壇去問 第三個 就是買了 好幾百本書 好幾本書 包括什麼樂理啊 合成學 什麼那些 我就開始自己在家裡 修 修所謂的 音樂系的課程了 全部都是透過自學 然後 一部分再去問 所以我 我是這麼覺得說 欸 大學 研究所 這些東西 其實你現在就可以去準備了 你看一下社會脈動 需要什麼 我們去學什麼 因為 我跟你講 因為現在很多人就是 像這位 他在想說 我到底要不要 賭下去呢 對不對 他有考慮到這樣子的問題 那我跟你講 建議你去外面看看 外面的世界是怎樣的一個世界 他有需要 或是說你需要什麼 你想要成為什麼 你想要成為什麼之後 你才會去想說 欸我哪裡不足 我去學那一方面的專業 這樣會比較快 因為以前我們都沒有學習的動力或欲望 好像學校教什麼 我就只能吸收什麼 每天都在等老師說 什麼是正確答案 欸 可是 創作這個東西 其實 它沒有 一直沒有所謂的 所謂的 正確答案 你知道 對 它是一個 欸 感覺的問題 齁 它沒有所謂的正確答案 所以創作這方面 我們一直在走 就是這蠻沒瞄的 嘿 所以說 我後來就 就想說啊 這個另外一張照片 往上 嘿 這個 就很多東西 其實我們都可以發現 它很簡單的一個東西 可是它都 還蠻有啟發性的 這個 大家都看過吧 嘿 齁 齁 我們千萬不要成為 欸這個可能要那個 喔好 不好意思 那個可能就是要打 打夢一下 因為會有那個 小感覺問題 齁 擔心未來 比較擔心是 他兒子的未來 可是實際上呢 地球已經發生災難了 你有想過這個問題 這很微妙 這很簡單 那張圖而已 可是它衍生了一些 很多問題 所以我上面就會有打 你看它 要上學 齁 你看它的字 是這樣回答的 OK 然後我們就回頭 我上面的回應是什麼時候嗎 齁地球都美的時候 學校社會還存在嗎 我很好奇它活在哪裡 因為它背負了一個任務 就是要拯救全世界 嘿 那 我們想想看 很多東西是這樣子 就是說 譬如說政治人物 它真的 真的知道我們住在哪裡嗎 它會這樣凹 或是這樣子 破壞 或是一些產業 商業的東西 它如果真的知道自己活在哪裡的時候 它反而就不會那樣子做 因為這個是社會責任問題 對不對 做什麼事都不要解決很多事喔 所以看看自己活在哪裡 那自覺很末 你知道嗎 有些產業也是真的是 但是有些部分是真的在自覺的末 嘿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這些議題 就是說 教育 你已經 它不是失敗了 而是 你應該自己 去學的 不是 不是說 欸我一定要去哪裡 怎樣怎樣 自己就可以去發掘 或者說自己去學 或者說自己去研究 研究所 你國中就可以讀了 對 對 那今天就分享到這裡 然後看有什麼問題 來 三分鐘 各位 你們 今天我們 那個 剛好 分享有一些 想回饋啊 或是 想要請問的部分 你也經常想進去講 做什麼 哈哈哈哈 我 我是 我其實也要去國外 那一首 那一首 沒有 那個時候是幫那個 原住民做一段專輯 最佳流行母語 然後 那個原住民語的 它是雙料 關那個得獎 它是 有一個是 最佳專輯 然後最佳演唱人 可是最佳演唱人 是我朋友 我是拿那個 解答獎集獎 這樣 嘿 欸 那個好像沒講到齁 沒安心 那不用 那個是屬於 惡搞文化的一種 這什麼 你們對金曲獎 不要有興趣嗎 欸 是喔 金曲 金曲獎那時候是 就是當時候是這樣啦 就是說 我們在做一個創作物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是很那個 也很自拔 講來聽點 我們就說 想說 今天這個東西 你認為是對的時候 怎樣叫做對的時候 就是 你自己會有審美 因為這種東西是屬於審美的 喔 我們認為好的或對的 我就跟我的合作的夥伴就說 你要做你喜歡的音樂 才對 齁 而且你有得到那麼大的威響 那就是對的 你認為對的 你就是 你的審美是對的才是重要的 其他 其他就是交給市場去決定 因為這個本來就沒有 絕對的對於錯的問題 嘿 然後也是 其實也是運氣蠻好的 因為我們當時候就 我就跟他講說 阿你 你如果做你 不感到你的音樂 阿你感覺沒中就是 越來越 自己會 很不甘心啊 很怨自己啊 那不如第一個 我們先 先求自己爽 這個是蠻那個啦 蠻主觀的 可是這個自己爽以外 就是說我們還是有去 聽外界的意見啊 跟我們說去分享說 欸這樣子的東西能不能接受 嘿 這個都是有經過 譬如說我們市場分析啊 好譬如說 欸 你對這樣的一個風格 你喜不喜歡 那當然就是說 如果是以唱片產業來講的話 那可能就是 又另外一個議題了 嘿 對 有回答到很多問題嗎 你非常 回答到操作的預期 啊 是啊 噢 謝謝謝謝 謝謝 那還要喝 再這樣嗎 對 好謝謝 好謝謝 好謝謝麥克爾 好 呃 其實剛才 那因為我在分享這個部分 我是相當有感覺 因為我自己本身也是 就非本科系 然後後來進入這個世界設計 那我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就是像麥克爾提到 就是 到底我 我自己沒有受過這個 呃 這個 科班的專業信念 那我 我在做這樣的一個設計的時候 我其實常常會有很多的問號 我做的這個東西 到底叫 叫 是不是叫做設計 那我這樣的一個作品 到底 市場會不會接受 然後店主會不會買單 然後老闆會不會覺得 認同你 對 那其實這件事情就是這樣的 因為本來創作 它就是一個主 主觀的一件事情 然後包含像 我們今天可能在辦活動 我可能是想透過辦活動 想要解決好一個問題 那它其實本身也是一個 創作一個傳出的過程 對 那其實像 今天有一些朋友可能提到 欸 可能自己在 想要多了解 就是例如說 如何跨入社會 這一塊可能中間有一個 呃 落差 或是可能自己 對於未來可能有一些迷惑 或是 呃 不確定自己到底在做這件事情 是不是 呃 對於將來是有幫助的 那就像安排我剛才提到 你就 走出去 然後參與社會 然後去 參加不同的 例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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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一些打勾勾 甚至參與一些專案 甚至參加活動 然後 或許你可以在從中 得到一些不同的啟發 好 那今天我們的活動也到了尾聲 這樣子 那 呃 呃 呃